大家好,我是雅馨,欢迎收看艺术史 在我今天的分享之前,我还是想来先说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船队他们出海去捕鱼 可是很不巧的是,遇到了海上的风浪 整个的船队都遇难了 作为船上雷的一个幸存者 这个人被冲到了一座孤岛上 每天他都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能有人来救我 可是呢,事与愿违 没有办法呢,为了躲避风雨,为了生存 他在小岛上用树枝搭建了一个小房子 想暂时地去躲躲风雨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房子刚刚搭好的时候 嗯,被一个意外,被大火给烧了 正当这个人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候 有一艘船慢慢地向他靠了过来 然后这个人获救了 等他上船之后他才知道 这个船上的人之所以能够救他 是因为他们在海上看到了房子燃烧的火光 觉得这里可能有人,于是他才能够获救 因为大火,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房子 可是没有想到也是因为大火 他最终得救了 那我说这个故事呢 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如意的事 有的时候我们正是因为一些不如意的事 反而我们能够学习到更多 生活给你关上了一扇门 那么它肯定会在另一个地方给你打开一扇窗 你曾经以为失去的东西 可能它们会在某一个时间让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回来 我们说的德根师 它们其实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两个半圆一样 只有当它们拼凑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人生才能算是完美 鱼根熊掌不能兼得 塞翁师马燕之飞腐这样的故事也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正确地去面对德根师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 当我们遇到德根师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平常心 甚至是一个乐观的心态去对待 就像是一书在天上所有的心这本书里面写到的 有得有失才是人生 切记愤愤不平 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